剿灭匪徒,你们李家村有功,而且没有你们,这路也不能这么快通,这是我们小姐赏你们的,放心收下吧。还有那些马都留给你们,放心带走吧。 国义瞟了眼与他们马拴在一起的十几匹马,有了这些马,想必他们赶路应该会轻松些吧。这些算是他个人奖励给李村长他们的。 真的,都给我们? 李村长觉得一大块的馅饼砸在了脑袋上,有点懵。 当然是真的,希望这些能对李村长你们有帮助,能够早点找到落脚的地儿,安定下来。 见郭市长不是说笑,李村长这才相信,俯身就想跪下,被郭义拦住。 虽然他受得起这个礼,但是李村长为人不错,他挺欣赏的,又怎会受他一跪呢? 哎,李村长不用如此,这些都是小姐的意思。 应该的,应该的,谢谢郭市长。 还请郭市长替我们李家村全体谢谢贵小姐。 小老儿就不带人去亲自道歉了,怕惊了贵小姐。 郭义点头,冲村长一拱手,然后又向古兰帐篷走去。 郭市长。 啊,不好意思,耽搁了古大夫用识,我是来道别的。 啊,你们要离开了? 是,已经耽搁太长时间了。 确实,如此,祝郭市长你们一路顺风。 谢谢,这个给你。 说话间,郭义由怀里掏出了个小巧的木匣子,打开从里面拿出了几张银票递给了古兰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? 这是古大夫应得的,古大夫不必有心理负担。 古兰当然明白郭义的意思,但他本以为这是要上交的,没想到私自留下了。 你们都有? 都有。 这下古兰放心了,高兴地收下了这几张银票,他也是出了大力的,拿这些一点都不心虚。 谢谢了啊,没想到你这人还挺义气,你这个朋友我交了,有机会的话请你喝酒。 好,我在云州城等着古大夫的酒,郭大夫有缘若是去云州城的话,可以到灵溪巷寻我。 郭义笑了,果然是聪明人,听到云州灵溪巷这几个字,古兰谋色一动,也笑了。 好,有机会的话,我一定去。 如此甚好,那郭某告辞,以后有缘再见。 郭义拱手,点头,转身就想离开,却被古兰喊停了。 等一下。 呐,这里是我卤了一上午的野猪肉,还有上场尝好的利果,拿着留着路上吃吧。